哈囉大家好,歡迎DG BOTS,是DJ Designer Jason 萬眾期待的金西,大家借回家了嘛 今天就簡單的跑一遍,金西長黎的素材路線 如果各位比較懶,十方藥房一樣有每週賣15個 陳肖山的地區任務肖山元祭也有 金西長黎的素材各給30個 金西的升級專屬素材為龍土珠 先傳送到臥龍港左上的傳送點 周圍會有3珠,共6個 然後沿著水邊往左走 會看到另外3珠,共6個 之後往東走,前往棉龍亭洞口 周圍總共會有6珠,共12個 再來直接進洞 沿著路去到一個水池 旁邊一樣,3珠共6個 繼續沿著路走會有9珠,18個 可以開桿汁,方便看 最後一珠會在經過傳送點的左方 總共50個 長黎的升級專屬素材為雀靈果 主要分布在細光灘的3個位置 先傳送到細光灘的傳送點 往碼頭方向走 路燈的周圍會有3珠,共12個 回到傳送點,往山上走 回到傳送點,往山上走 在雷射激光的右方 會有3珠,共12個 剪完之後往下跳到中間層 會有3珠,共12個 繼續往下跳到木橋的旁邊 一樣是3珠,共12個 最後往北方爬 去到蜘蛛頭的位置 3珠,共12個 總共60個 雀靈果 祝各位小寶寶歪 精細的講解製作中 過幾天就會出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以及收到遊戲相關的最新知識 知識欄有DC的邀請連結 可以進來聊天 也可以進來下頻道會員 但是我是飯,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